嗨,我是Joe 作为一个房车频道的up主 拥有Rival以来 我的世界更宽广了 因为它 我能在朝霞普照的阿拉巴马 Hill 对望加州最高峰 惠特尼峰顶 矮矮的白雪 能在Pismo海滩 听着潮汐醒来 在Lake Havasu 眺望科罗拉多河两岸 感受时光的静谧和流转 它还带着我 踏着星光 在银河的辉映下 穿越了莫哈维沙漠 在北美最古老的岩湖 Mono Lake 赞叹自然造物的神奇 而这些美好的记忆 还包括在北家红山公园边的 私人牧场 与牛羊一起享受田园生活 泛州太号湖上 尽享垂吊的乐趣 看太平洋美丽的海岸线 随着一号公路的延伸 绵延不绝 在摩托艇上 在骑行中 享受速度与风的激情 还有 66号公路 这条美国的母亲之路 它所承载的开拓冒险精神 让人印象深刻 我更去了每一年 在内化大沙漠中 仅存在一周的乌托邦 黑石城的火人节 用影像记录下了 那些以最绚烂的姿态 展示艺术和自我的人 触摸了真正的美国精神 正是因为这份对于自然 人文 以及居住体验的追求和探索 七年间 我们往返尔湾与扎刷锤 共计二十余万公里 在沙漠中展开了 中爱的民宿事业 并设立品牌 Somewhere 这期间 我们自行设计开发 并建造了16个品牌连锁名信 至今接待游客3万余人 他们有 带着东方美学 曾经登上沙漠杂志封面的 TING HOUSE 出于对光线和阴影的敏感 我们运用光影 去构筑了 ZEBRA SHADOW 与哈佛建筑师合作的 向中世纪经典元素致敬的 Jacky Robbie Walsh 有着重金属元素 广受音乐家喜爱的M HOUSE 受老北京四合院启发而设计的 维和式建筑 ZEHAUS 而TWINS则是我们首次在一块土壁上 开发两个对称 却色调及风格迥异的建筑项目 我们与XG风代表设计师 来自乌克兰的YANA 碰撞出了Black Butterfly Black Sea House 则让我们首次尝试了新现代低舌风的建筑风格 The Box 一个悬空的盒子 在经过三年的努力后 被我们放置在奥纳嘎山顶之上 与群山对话 大雪过后 The Lerle House 成为沙漠雪原中 改变地平线的一道风景 更由我们迄今为止 历史最长 投资和规模最大 同时也是最具创意的项目 Old House 我希望能在这个频道 与大家分享 它从设计规划 建筑施工 室内空间 软装搭配 到短足上市前的包装 策划 以及上市后的运营和收益的各方面的信息 同时 我也会带大家走进我们正在进行和过往的成功项目 他们是我们这七年来的心血凝结 也是让我和我的合伙人们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开创美好生活的信心所在 审则少 就是我们因为是他不愿意去妥协的几种做法 就什么都要追求到极致 接下来我会来到现场 与大家实地讲解和介绍 项目的进展 碰到的问题 以解决的方案 把这些我们对美国度假地产投资和经营 还有建房的心得带给大家 并分享我们在创业中的苦辣酸甜 而原来我的房车生活的分享 也还会继续穿插其中 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持续支持和关注 片尾 我想分享一段 我们的客人在我们的民宿中留下的精彩影像 正是他们对桑姆威尔的认可和喜欢 对我们的民宿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物 在此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一直有一个更远期的梦想 就是希望桑姆威尔能够在美国遍地开放 在更多美妙和有趣的地方 实践我们对生活 对空间对美的不倦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在一起 河谷天 知情 明镜与我们在一起 广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د